40年老舊阴暗公寓改建变身马卡龙屋 坐在采光良好的和煦内看书聊天看起来相当休闲 累了还能走到一旁的客厅看看电视和家人聊聊天 这间充满马卡龙色系的房子 很难想象一年以前它还只是个40年的老式房屋 我们家经历了两次的白蚁事件 然后的话因为这两次白蚁事件实在是太沙河了 所以的话我们就是跟我的妹妹讨论说 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有一个重新再来的一个 好的空生活空间 还没改造前40年的老式房屋三房两厅一个卫浴 不但空间狭小拆光度也不佳还有漏水问题 于是姐姐Sabrina和妹妹Jennifer上网找资料 找设计师将老房子重新大改造 主要家里的部分的话成员就是我妈妈 然后还有我跟我姐姐 那因为我平常常年都是在台北工作 对啊所以其实回来的时间会比较少一点点 所以想说因为原本是三房两厅一个厕所的空间 然后想说甚至是改造的机会 然后可能把公共区整个放大 大家在客厅的时候也可以跟可能用餐的客人啊 或是我们的家人可以比较凝聚在这个空间 所以其实有当时有提出一个需求 就是只要一间房间 那另外一间就是用合适的空间 希望说把那个墙壁拆掉 然后那客厅跟卧室的方式是对调的 然后卧室方面我们又不希望是说 它很单纯的就是一个功能而已 然后我们就是会设计成一个比较现代感的合适 加大这个整个空间的氛围以外 然后墙面拆掉也会多一个窗户 让它的光线引入会更近来一点 平常就姐姐Sabrina和妈妈住在这里 在台北工作的妹妹Jennifer偶尔回来 因此除了公共空间大改造 将其中一间房间打掉 重新隔出摆放洗衣机的空间 以及增加新的厕所 将原本的浴室改为干湿分离 两个侧间用双洗手台隔开 就是因为都是女生嘛 本来就是一早起来 大家就会想抢厕所啊 然后抢洗手间啊 可是因为透过这次的改 修改之后其实就是 就是大家都有大家的使用空间啊 就连厨房空间设计也有巧思 刚好利用这边有一个旧的线索 然后把这个旧的门封掉以后 我们在旁边开一个洗衣门 加大它的阳台空间 然后也可以整个出 这整个厨具的柜体 是让它一致形容 不过其实40年老屋不但老旧 还有漏水问题 拆掉天花板你会发现 楼上的浴室漏水都漏下来 到他们家了 然后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也有漏水漏到人家天花板 现在都有比较进步的方法 就是用一些渗透型的涂料 然后直接在磁砖上面 重新做防水 经过一年的时间 重新装潢整修 整个家焕然一新 屋内生活空间与动线 也更加流畅 老屋更被重新赋予新生命 苹果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 支持它跑得更好更快 属于你的媒体 苹果新闻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